好 大家呢 咱们讲到就是一个宿主啊 宿主是这么 对象是这么取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吧 讲的太简单了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这个对象里面 就是一些普通的数据类型 大家考虑一下我们 我们我们在讲上次上面讲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对象吗 讲过这样一个类叫 分页 分页配置 这个分页配置里面是不是他有些属性 他里面有些属性 他本人 他不是一个简单数据类型 他本人就是个二位宿主 是吧 有这种可能性吧 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他是用的很多 有可能 对吧 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从这个对象里面取的呢 他不是一个简单数据类型 而是又是一个宿主 这种可能性很多的 你不能说什么都是一个 英特尔布尔 是吧 好 我们来考虑一个情况 比方说呢 我们说这个道格里面还有一个数据类型 我们来看看啊 假设他有什么呢 他有一个 赛的一个数据类型 比方说 听我讲啊 假设这个对象呢 他有个属主 这种可能性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数据呢 我就让他直接传给我 看看大家能看懂这个码吧 看懂啊 Dollar is 指向 array 等于 这个array 那假设我在分配的时候啊 听我讲 假设我分配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这个array 1给分配了 同学们请考虑 就说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有个属性是个宿主 这个宿主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 我从这个数据库里面提取出来的一个属性宿主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把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宿主取出来呢 其实思路还是很简单的 这样去就行了 大家看啊 这样去 我这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 取出 取出对象 我这样啊 我换一下 这个是 这个相当于是取出对象的普通属性 对吧 取出对象的普通 普通 普通属性 能看懂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取出这个对象的宿主属性 取出对象的 宿主宿主属性 我告诉你 这些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为了看得到 看得明白呢 我就打个BR 好 这样取了啊 首先 首先你找到这个道个一 指向他的那个二位 里面就看这个宿主是什么样的宿主了 如果这个宿主 他本身呢 是一个所以宿主 那就没什么话好处了 直接你 如果这个是 零 这个 哦 这个不叫 这个叫二位 对 这叫二位 要传的是二位 就传了个二位一来 那么相当于 相当于说 这个地方传了一个宿主进来 大家看看能看懂啊 穿了个宿主给他 给他 那么相当于这个变量呢 这个这个就是个宿主宿主属性的 他 就是跟这个关联起来的 好 现在比如说我要取出这个北京 北京的话 那我这次零就是北京了 我一运行 你看到北京 从这个对象取出来了 刷新 我们看到 哎 没取出来了 没有取出来 为什么呀 火花 为什么呀 刀 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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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网 这 这网 这是没保存的这个 这没保存吧 是不是因为这没有保存的原因呢 刷新 取出来了 刚才没保存啊 北京取出来了 好 大看这个这个呢 应该说还是能看懂的吧 好 现在我这 我再生下集 我再生下集 假设这个地方取的一个宿主啊 他是更厉害的那种二维宿主这么取 假设这个二维二是个二维宿主 二维宿主了 因为你这边可能是个二维宿主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那假设呢 我这同时就在传了一个 我来狠一点啊 我叫他传一个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太狠了 就传一个这种 这种最常用的吧 最常用的这种 这种 关联的二维宿主 只要把这个搞定了 其他你就不怕了 好 那我就传一个 这个Array 4 Array 4 印栏 给这 给这只狗 Dollar类似 指向 Array 2 等于Array 4 好 同学们请看 相当于 相当于 这只 这个狗的每一个对象实例 这个狗的每一个对象实例 都拥有了 这个宿主 这个宿主 OK 现在呢 我 我怎么做呢 你看我这么 这么取出这个二维宿主啊 这个取出了 一维宿主的属性 现在我们再举个例子 要取出这个对象的二维宿主的属性 取出对象的 二维 二维宿主的属性 二维宿主的值 好 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啊 走 大关号 好 里面有个Dollar 1 指向Array 2 Array 2 这个Array 2呢 它实际上是指向的这个Array 4 这个Array 4是这里 好 大家看 它本身不带锁印 它本身不带锁印 只是说 它这里面有这个属性带锁印 那就应该是零 零点 一个 ID 或者是什么 是吧 比如说email 就取出来了 但有一个老师这个循环怎么取不要着急 我循环肯定是要讲的 现在先固定取固定取完了 再循环取 好 刷新一下 应该取出来了 电子邮件取出来了 没取出来 哪个地方 哦 这没有实力化的准备带过去 是吧 Array Array 4 Array 4 OK 再刷一把新 我们可以看到 取出来了 很好 好 现在这就搞定了 那现在呢 我还有点不满意 我认为啊 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对象里面他可能还有 还有一种输入 也是另外一个对象 比如说 他有个master 我认为他有个master 就是他有个主人 而这个主人呢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master 好 注意看啊 我倒是把这个搞清楚 我认为他的主人有个名字 这master 主人的名字啊 这主人的名字 主人呢 有个柱子 他住在哪儿的 对吧 住在哪里方的 好 写完了 那现在呢 我创建的一个主人 我创建的一个主人给他分配起来 就说 相当于就是 这只小狗的主人 小狗有个主人吗 你们要考虑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 那就实力化一把 Dollar master 等于6一个master master 好 这次呢 我就不用那个 构造方法传了 我就直接通过这种方式传 走 内 等于比如说这个呢 就可以是顺平了 对吧 我是这只狗的主人 然后呢 master 走 他有一个什么的地址 对吧 我是住在什么呢 我是住在这个磐石洞的 是吧 磐石洞 OK 我住在这个地方的 我成妖怪了 好 不管那么多 反正现在顺平就住这了 然后呢 我认为 他一个主人 好 这个狗呢 我在实力化过后呢 我又给他分配了一个主人 我就故意多写几种写法 我当然可以通过各种函数传 我就故意这样写的啊 master 这个主人的狗 这个狗的主人呢 这个狗的主人是 这个 顺平 master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此时此刻 这只小狗啊 就应该有一个主人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把这个小狗的主人取出来呢 就是相当于从对象里面再取对象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啊 就是 就是 取出对象的对象属性 对象属性 比如他的主人的名字取出来 那这个应该怎么取呢 dog1 走 他要取出那个master 再指向 master的名字 没有master的啊 你到这一步是已经把那个master取出来了 然后再取出这个主人的名字就ok了 你在这里会取出那个顺平 这个应该会取出顺平啊 如果不出错的话 取出顺平刷 我们看他取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这里面要特别强调一点啊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们这些属性都必须是公开的 才能这么用 如果你是私有的话 那就玩不错了 比方说 你把这个主人 把这个年龄啊 假设说我们把一个属性做成私有的 那就取不出来了 你看 比如说我把这个宿主 做成私有的 那你取一下这门会要报错的 他会报一个错误 他说 不能够获取私有的属性哪个呀 就是那个array array的属性不能取出来 因此呢 我们这种 对对象的取法 他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你你必须得把它做成一个公开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去 言外 你这样去言外之意就相当于是直接访问那个属性了吗 那你直接这样访问的话 那默认就是他是公开的吗 对吧 是这样子的 说说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啊 同学们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他本身就这样做的 如是在夹瓦里面呢 他可以通过一个side盖的方法来处理 如果这样子 有一个side盖的这个方法呢 在夹瓦里面可以 php呢 这个就 我们不这么去做 就是你把做什么公开的就可以了 你凡是要在界面看的 你现在要在界面看的话 你本身就是想让他看做什么公开也无所谓了 好 这是我们强调一点的啊 ok 那接着我们再往下面看 下面呢 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 就是 英特达布尔 宿主对象 都已经 都已经把他讲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 看另外一个 在 Smarty博板 除了可以使用这种分配的变量之外呢 还可以使用什么呢 从文件里面分配的 大家看这里 大家看这啊 他这有一个 这样属性 就是说 从 php 获取的变量 这个讲完了 从 php 文件里面分配的变量嘛 说白了 三种 下面呢 就是从配置文件里面读取变量 这个有时候呢 也用的比较多 你看啊 什么 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说 有些时候 我们希望 模板 直接从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获取信息 而不是从那个 php 文件分配的 这个我先给他 说清楚 这里我们再来看 就是 如何 如何 如何让 我们的 让我们 我们的 什么呢 Smarty模板 就是我们的模板啊 模板 直接 直接从配置文件中 文件中 获取取出这个数据 前面是讲的从 php 文件里获取 现在我们讲 从这个配置文件里面会取 一般的不都是这样子的啊 这是为什么时候用 我先说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考虑用这个 什么时候 考虑 考虑使用这个呢 比如说有些变量 你写 你不愿意写死在程序里面 你不是写死的 你希望比较灵活的可以配置 就是什么情况呢 当 当某个变量的值 变量值 不希望 不希望直接 写死到 写死到程序中 学习到程序中 程序中 就 就可以 通过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来 来获取 哎 常见的就是配置一些什么呢 配置些样式 常见啊 常见就是配置样式的 比较多 配置样式 好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走一走 我给大家走一走啊 比方说现在这个步骤呢 先写一个什么呢 先编写 编写 先 先写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呢 是有一个固定格式的 就是不能想这么写就这么写啊 该文件是有一个格式的 该文件 有一个格式 这个这个格式一般什么规定的 是k 等于 值 这种方式的 现在我就写一个啊 比如 比如我写一个 叫my.config 你看我们的 MySQL数据库 他有一个 配置文件 对吧 PHP 也有个配置文件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后缀名 可以随便取啊 后缀名可以随便取 不一定非能叫 CONF 你也可以取个 像Ini 这样读写 你们大家 现在可以想起来 我们那个 Apaq一启动的时候啊 他就 自动会去读取一些配置信息 他怎么读的呀 他可以用这方面的技术 对吧 常见的文件名字就是 点这种 这两种 比如说 Apaq启动的就是这种 CONF P信本身用的是Ini 这两种文件都可以啊 我现在写一个叫 比如说 我的 我将来想把 Title做活一点 就是我写一句话 这是第一个网站 这是第一个网站 然后呢 我给他配一个背景色 BG CONOR C CONOR COLOR 等于我默认给他一个粉红色 好 这个文件我想把它写起来 怎么写呢 我也不啰嗦 我就直接 一般情况下会建一个专门的文件夹 去配置文件的 你们以后就知道了 像Smarty经常会有这种东西 Config 目录 这个可以写我们的 配置文件 我开始写啊 我就取个名字叫 my.comf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配置文件 比如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必然有些配置信息嘛 看Apaq都有 我们也是也有啊 比如说我们想把 网站启动的一个 启动的一个样式 做一个指定 IP做一个指定 我们就可以让他去配 好 写上 那我现在去写个title 等于 我就我就写 我的 我的 第 一个网站 OK 这是他的一个title啊 后面不要打分号 不要打分号 然后呢我有个背景色 假设我这个样式呢可以修改 等于 比如说默认是一个 pink 好写完了啊 这第一步写完了 然后这部写完以后呢 下部我们该干什么呢 同学们 下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简单吧 他可以直接使用 直接在哪里使用呢 在我们的这个 tpl 文件中就使用了 也就是说这个编量不需要在pk里面去 伤一下 就说也就是说 也就 也就是说 不需要 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动作 不需要说非得来个smarty找伤的这个动作不需要了 不需要这个叉叉了不要 可以不要了 就直接他从文件里面过去 不需要分配 就是他最大一个区别 你看 我就直接这样用了啊 他用的时候呢 使用的方法这样子的使用方法是 他要靠这样子加载 第一步要加载 就是 configure 走 node node 然后一个file 等于一个路径 增加很多啊 在smart里面用太多了 这不开玩笑的 这就说 这句话 是写到这个文件里面的啊 比方说 我们就写到这个task tpl文件里面 写这句话 这句话代表我加载 加载这个什么呢 加载这个配置文件 好 那 我这样就应该写 点斜杠 config 这个不定要点点 因为你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路径 这要说清楚啊 路径 可以使用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 或者 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好我现在就要写一写 那同学们请看 现在我要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要在这个 task.tpl 文件里面去使用到这 加载这个文件 那么 我的语法就应该如此这般 包起来 叫什么呢 叫做config -load 好 这个标签 在哪里去找啊 在我们这专门写的有看 他上来过程就这么一句话 好 然后这里面呢写个fail 等于单以后可以赢了 但是我告诉你这样我引不进去 为什么引不进去呢 因为我的这个分隔符 已经不再是默认的这个了 说说你要写成 兼括号 这样才能用 不然的话你取也取不出来 好现在我取了啊 我直接写这个路径 my.comfig我能用吗 用不了 你看我怎么用啊 他用这是写 写使用了怎么使用这个变量呢 他这样去用的 杠杠 这个k的名称就可以了 k字就可以了 怎么意思 比方说现在我要从这个my.comfig里面取出我的这个title 那么我只需要这样写就行了 我把它做活了啊 我这个文件有个title 比方说 我这有个 h1 h 我就直接把这个替换 怎么替换呢 这样替换 兼括号包起来 走 这一面 两个警号 说的以后看见代码要看得懂 这边应该写上他这个k字 title 站过来了 我一命行 我想象的这地方应该会提出我的第一个网站他实际上没有提出来 大家看 他报了一个警告 他说对不起 他说my.comfig不能够获取 他说不能够读到这个资源 为什么呢 路径错了 为什么路径错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test.tpl文件和这个myfig要不在同一个部下 说说你应该怎么找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找得到他 跟着老师师傅走起来 你的你的这个文件 你的这个文件是在这里 就是你的你的这个模板文件是在这个这个下面 而他是在这个下面 说说 你要在这个文件里面去找到这个config的文件呢 你只有这样子去找才能找到 点点斜杠 config目录斜杠 就可以了 就说这个我使用了相对路径 来加载这个文件 再刷新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起来了 出来了 我再配一个背景色 配景色呢 老规矩啊 body 整个用body把它包起来 body包线包起来 然后呢 这里我给他背景 叫bg conor也可以用到这里 你等于 但以后 包起来 里面写上 这不要了啊 直接就是 这样子写的 尖括号 大括号 杠杠 我的这有个K字专门配置他的背景颜色的bgconor 好一写上去 好背景颜色应该发生变化 都要变成粉红了 变了 这样就意味着我们有些参数 需要变化的呢 就可以在这改 比如说我这次呢 想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模板 是吧 一改 是吧 整个呢网站就会发生变化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应该还是一种很好的方案 就你们现在可能想不到 说我什么地方用 你到公司里面 有很多这个 系统比较复杂 这个系统比较复杂 情况呢 他很多变量 他是不能写死的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配置文件来获取 对界面也是一样子的 这个方案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 简单的手法 让我们很容易的把它搞定 我还把它改成这个白色吧 改成白色呢 比较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OK 然后咱们在这个呢 这个配置文件的读取 咱们就讲到这儿了啊 案例呢就是这样写的 把那一部分 一丁点代码给它粘过来 就这么用的 OK 你一看就知道了 你看就知道了 OK下面呢我们再来讲 下个案例就是 Smart 不但可以从PAP获取数据 可以从配置文件 或者信息 还有些信息呢 可以直接获取 就是这个章节的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知识点 哦 刚才还有一个方案啊 就是 如果你不加载的话 就算 就不行 就这样子去 还有一个 还有这么一个点东西就是 Smarty模板可以直接通过 这个标签来使用保留变量 这个用的不多 这个用的不多 但是呢你 你稍微知道一下就行了 看 他有 获取 页面请求的变量 就是guide的请求 post的请求 还有cookie session的数据呢 可以通过 他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直接获取 guide post server session的编量可以直接获取 但这个呢 我感觉用的并不是很多 那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同学 当我请求这一个 tax点counter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我可能传了一些参数过去 比如说传了your name 这是通过guide的方式提交的啊 传了一个顺频 我这一回车啊 我这一回车 我想 我想在这个模板文件里面显示出这个名字 听我说啊听我说 我慢慢讲 假设我想在这个模板文件里面显示出 是顺频就是通过guide的方式提交的数据我想显示出来 那么你当然根据我们目前这个手法你肯定可以这么做 你第一个解决方案你可以怎么做呢 大不了就在我这个控制器里面把这个数据获取一下然后再分配给他对不对 这个肯定是可以成功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传统的手法呢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 比如说我我们希望 把guide或者是post 或者saison 或者server 的这些数据 他的一些数据 传递给 传递给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tpl文件 那么传统的手法怎么写呢 就是传统手法可以这么做 比方说我要获取一个有点内容 听我讲啊 这个呢就是 这基础啊是听起来有点枯燥但是没有办法知道吧 get 我先拿到 然后呢 大不了我分配一把 smarty smarty osand 传统鞋吧 这么写的 说 你这有个user name user user name 等于 你获取过来的 user 好 分配完了以后呢 你在这个模板里面 你说我要获取这个盖子请求的数据 对吧 hr 到你说我获取到盖子请求的数据 取出盖子请求的数据 我就抛转语了啊 那就是 包起来 因为你这里要分配的数据呢叫user name 所以我在取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doller username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取到啊 我现在已经给了我一刷我一回车 我们看后台有没有取到 他说取出盖子的 但是这种呢 这个smarty模板设计者呀认为 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smarty设计认为 你不无需这样做 无需这样做就干什么呢 根本不需要这样写 你就可以直接用 他说什么意思啊 他说你可以 不这样用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写 我把先 我把先注销一下 这个注销一把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这么用 怎么用呢 Smarty 这个smarty 是他类似的一个对象可以直接拿来用 然后就盖子点有点点就可以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你看我现在用这种方法能不能取出来 我一回车 还是取出来了你再换换一个词啊 换一个词叫 ABC 走 好也取出来了 好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盖的方式请求 POST的数据 以此类推 如果你要获取POST的数据 那就这样写的 那就这样写 Smarty Smarty点 POST点 什么什么数据 POST的给你们学 而且他还可以去获取什么呢 他还可以获取 Server里面的信息 大家看 比如说我想显示 当前的主精灵 我想显示当前的这个协议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Server里面有很多数据的 Server里面本身有很多数据 就是这个 我们先讲 我们先讲这个的时候 大家回忆一下啊 我们这个Server数据 就是Syson还有Server 比方说我们传统的写法啊 传统的写法在控制器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出来吗 大家听我讲啊 就是这里面我我我简单走一走 Print Echo PRE 走 回车 然后呢 咱们来一个printr 更r 等于 Server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好我后面不让他跑了 我先退出一下 大家看我刷新啊 我这一刷新 我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信息 对吧 那么这些信息我告诉你 在模板里面可以直接获取 就这里面 只要是列出来的 在模板里面可以直接获取 比方说 我比较关心的是 这个server name 我在那个界面上前显示一下 你这个server name是什么 那么我怎么做呢 他就这么取写就行了 这个我先注销了 这个我不要了 刚才我就是该演示一下 怎么用呢 在模板里面可以直接这么取 上来过后 smarting 点 server 这是他的固定用法 不能改名字 就是固定的 这个是固定的 后面你要取什么 就写什么名车就可以了 比方说 我想要server name 那么我这里就填一个server name这个值 但这个呢我个人认为用的不多 这用的不多 最多的还是 还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关于宿主的分配用的最多 你看我刷新啊 大家可以看到 取出来的 的确取出来了 还有了 还有 这边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关于sesson sesson呢 还有even way 也可以取 Sesson ID 也可以取 这个呢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这个我个人认为 我不推荐用这个东西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smarting模板本身就是要做到 把这个请求啊 和这个界面分离 那么你这是用了 但用了偶尔的用一用也无妨就是偶尔偶尔用一下也还可以 但是不能太多了知道吧不能太多了 OK 这个呢就是讲的 如何通 如何使用他的些 保留变量来获取数据 好这个呢咱们就说到这儿那么记住往下看啊 就是下面讲的是 如何 取得 取出保留变量 保留的啊 保保留 的变量 待会呢我们有案例要给大家测试的 这个代码呢 这部分代码就写到这里就行了 好吧 演示演示就行了 就是抛转引玉 几个题往那一放你就知道是当时是什么回事了 好下面我们接着看 好 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Smarty的数字的 操作的时候我们 循环取是怎么取的 这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听起来有点晕的地方 大家看到 我这个讲课的顺序啊并没有并没有按照Smarty 给出的这一个文档按从头到尾这样讲因为这样讲是讲不完的 这样讲是讲不完的 我是挑重点的我自己有个思路 这个我们讲可能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所以我是按照我的思路在讲啊 你就听跟着我的思路走就行了 他这个按照自己讲没准还不太好 知道吧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讲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Smarty模板啊 他本身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内建函数 什么叫内建函数呢 这个内建函数指的就是说 无需你定义直接使用的函数就是内建函数 这个章节 在这里专门讲了这有个叫 Build in Function 他一共提供了有内建函数 大概有这么多 数下来也就十来个 但这边用的最多的呢 是刚才已经见过了一个 Configure load 就是个内建函数 这呢 有Foreach 一看这个就是循环了 这用的很多 还有if or else 一句用的很多 还有就是 Section 就断 用的很多 还有就是什么呢 Insert 用的比较多 好 那么我把这个最重点的地方 就来讲讲 尤其是Foreach 必须要掌握啊 OK现在我们就讲内建函数 这课程啊 P就是Smarty Smarty模板的 内建函数 内建啊 内建函数 函数的使用 首先呢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内建函数 内建函数叫Inbuild Inbuild就是 Inbuild Build是建设的意思 In呢 就是在里面建设的 所以说翻译就是内建函数 内建函数 好 内建函数大概有这些 那么我把 我这一个图把它列出来 放这 好 然后呢我们就一 就讲一些重点的东西 怎么看了个章节 刚才已经说了啊 我们先来一个 先来讲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 Foreach Foreach和Foreach Else 先来入个门 待会呢做完了或做一个提论 大家做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呢 咱们有很多 数族里面的数据 我们都是指定获取的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们现在循环的取出来 好同学们请看 我现在就在这上面写 因为这边代码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我想 单开一个文件 专门讲内建 这个相当于这部分讲的就是 取数据的问题 好 现在我要新建一个新建一点文件了 我要分开了啊 这样子呢对有利于大家这个学习 我就粘贴一份 然后呢 这个专门是讲这个函数的 好 我就讲 叫做 叫CounterTest2吧 反正一分开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模板呢 这个模板呢 再开一个新的叫Test2这个模板 大概讲 Test2. TPL 然后呢我在这个模板上面我先打一句话啊 就是 就是 类件还是这个使用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 这个Control Test2里面呢 本身有一些信息 我是可以保留的 像这些呢 有些 像对象这个呢 也可以先保留啊 先放到这地方吧 这都已经分配好了 这些都是分配好的了 就是 我这分配的有 有这些东西 我要取的呢就是 for each要取出数据 好看一下啊 走这 我要循环的取出 我的用户列表 循环的取出用户列表啊 走一个 就是内线函数群 内线函数这个for each 先讲这个for each 那么用户列表 用户 列表 好大家看一下我怎么取 我现在就针对这个情况讲 哪个情况呢 这些我就不要了 就从这开始循环啊 这是说普通 索引一维数族的循环 关联数的循环 索引二维 关联二维的循环 我就把这四个讲完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最常用的 其他的普通的变量 他不存在循环的问题 就不去讲他了 主要是讲这这三个 这这这四个 这几个那我就不说了 但有兴趣 我们也可以说说 对象里面也有可能要循环的 为什么呢 你打个比方啊 现在很不幸 你做的那个分叶病 里面放的是一个值 那么要从对象里面把它循环起来 也有可能要用到 好现在开始来走这个动作 上来过后二话不说 首先呢 第一个 变量是叫 for each OK 先给我写好 然后呢 给我接下尾 for each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感觉呢 这个杠杠很重要啊 朋友们 这个杠杠很重要 你不要把这个杠杠给去掉了 这个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 说我们 这个p里面 写的代码是这样写的吗 如果你原先 传统的写法 你传统的写法 就是用for each 用for each 这种写法 然后写到这边有很多标签吗 相当于 这个大过号表明 for each的开始和结束的 就这里面是他的内容对吧 而我们这个开始这个for each 表示开始 这个斜杠for each代表 结束 你将来这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你要被循环的部分 明白这是吧 好 那 我们在循环的时候 这边有几个参数 我们原先传统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呢 是$i 这个回忆下$i 小于count那个宿主的 就是你这个要循环宿主的那个 大小 然后$i $i 然后你传统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呀 就从那个数字里面一个个的把词取出来 大家回忆一下啊 因为 待会我对到这个传统的写法 和这种 新式的写法你比较你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含义了 不然你听的有点晕知道吧 是$i 找$i 然后在取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取出来过后呢 你就可以把把这个字打出来了 比如说echo Temp里面的这个0呢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 这个1啊什么的 对吧 就是你 显示出来了 就这么写的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用我们的这个for each 这个数字这个名称应该写到哪里呢 他有个专门的标签 有个属性 这有个属性叫item 等于 好 $写上这里面去 里面假设我们现在就针对哪一个进行循环啊 我们假设就针对orin 进行循环显示 我们就针对这一个最简单的 所以数字进行循环显示 请讲啊 OK 那这里面就写他 写完过后呢 这里面有个东西叫 说错了 对不起 是frump frump frump 等于 downer 就代表要从这个数字里面 取出东西放到这个item里面去 这个item就相当于是个temp 知道吧 相当于就是 相当于 我们这个数字在 这些数字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元素 他取一个 就他放到这里面去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 但是呢这个动作是他隐藏起来的 因为他认为 像这个 像这个前台呢 他不了解后台 他不懂这个什么加加呀 这减减呀 他不懂 说说呢 他就 说你就干脆这样写就行了 这个frump代表从哪地方取 item代表个指向 item的单词 你注意查一下这个英文单词什么意思 这代表像的意思啊 我给大家查一下这个单词 这个用的很多 item代表 像 就是一个 一个指向 item看 条款项目 一条 看清楚了吗 为什么人家取个名字叫item 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条一折的意思 OK这样子可能大家听起来更舒服一点了 我说哦 老师一讲 一条我理解了 就一项 从这里面 取出一个 取出来 取出来过这个指什么打呢 打印 你这打印是这样打印的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取的时候呢 他就是 一条一条取 所以就直接这样取 这样打就行了 不要那个A口 他没不存在这个他直接输出 那就是 Dollar temp搞定 这代码就写完了 这代码就写完了 我把这个去掉 这个原生态的代码我可以给他 保留到这里 这个做一个注释啊 做一个注释我把它保留到这里 你可以对照看 就说我从这个数字里面取出一项 取出一项 然后把他打出来 然后如果你有三项呢 就取三项 跟这个循环是一样的 我现在运行他 同学们请看啊 哪写错了 少了一个分号吗 这少了一个监控号 大家看出来了 非常好啊 好 我现在访问test2 这是我的第2个控制器 相当远 我要我要取出这个数据了 刷新 这个模板没有改变 这个模板没有改变 他还是找的那个老模板啊 我这应该写成 test2对吧 OK再刷新 一个没有取出来 这个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一个都取不出来呢 这个我就有点郁闷了 我看看是为什么呀 这是分配的一个 二位一 分配了 这个应该是二位一才对 显然是二位一啊 复循环 北京上海天津 一次性的全部都出来了 看清楚了啊 北京 上海天津全部取出来了 那这个靠的就是这个动作 从他这个底子分析啊 他的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 好这是取出一个最简单的 还不算还不算难 现在我们看第2种 这个是取出的 还是打一个打一个这个提示啊 给取 这叫取出 取出这个普通的 所以 数字 数字 OK 下面我们要讲一下 如何取出这个关联数字了 对都得说 取出关联数字 应该讲一讲 走一个 取出这个普通的关联数字 就是一位啊 我说这个所谓的普通就是 一位的意思 还是把它说清楚点吧 好 那么这个怎么取呢 他这个手法和这个前面是一样的 我跟他敲一遍啊 走 你以后要这么去写吗 写了过先把这个锅写上 然后for each 然后这个斜杠for each 我在你们在听讲的时候呢 待会要注意啊 待会我有个题 待会要让你们做的啊 不是说你听完就完了 现在可能大家有点 就是有点跟不上师父啊 走 我要取出这个数字了 Test2 Test2 是我的一个关联的一位数字 看清楚啊 这个我肯定不再不再去写了 关联的一位数字 看我怎么取 看我如何将其取出 item 等于再取个temp 啊 这个就是 相当于这个感觉嘛 先说取出一项 好 取的时候呢 要 这样取了 就是 Dollar temp 点 点 你现在因为是有关联数字吧 这个就是代表你的 你的这是 这个关联数字应该也可以不用不用这种写法 关联数字 我看看啊 关联数字 他就有C体 有C体 这个关联数字 如果是一位数字的话 好像可以直接这么去取的 如果是关联数字 如果是一位的关联数字可以直接取 因为他直接把它取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这样啊 刷新 取出来了 因为关联数数就不存在这个点不点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这儿取出来过已经是这个值了 你要取K是可以取出来的 说老师我想关心K怎么写了 K这个 比如你要把这个K取出来 叫 这个就是你的K 那么我 我呀 不要着急啊 我慢慢讲 这个呢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 这个有点有点晕 $K 等于 好 你如果想把这个哥们的K取出来呢 这是写个K 这个属性 那么这个for each这个函数啊 在哪里去查 为大家走一下 你点下进去看 他这个一个for each里面 可以填的属性有四个 一个是from 一个是item 一个是K 还有一个是name 那么这个是他的英文文档 他下面有个对应的中文文档 看清楚了没有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 这个for代表带循环数族的名称 这下大家就清楚了 item代表 当前处理元素的变量名称 但是他说的不对 说的有点不清楚 就说 这个应该理解成 就从这个数字里面 依次取出的第几个元素 但这个元素有可能又是个数字 对吧 有可能 好这个K代表什么呢 就是当前处理这个鉴饼 好 我要把这个鉴饼取出来了 看到没有 我一运行 你们注意观察 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说CT1 CT2 CT3就取出来了 那有些东西就说了 老师 那前面这个普通的 英维的缩影数字有没有K呢 也有K 你也可以取 K等于 随便取个名字啊 可以取个 这个名字是随意的 再说一下 这个属性 就是前面这个 from item K就是固定的 但是这个呢 K这个 具体叫什么 变量你是可以随意的 比如说你去个 盘顺平都是可以的 那么你看我 这个取出来呢 也是可以取的啊 走 K 前面要加个Dollar 很多东西在写的时候呢 忘了给这个Dollar 这是这是不行的 这地方有Dollar 这后面没有Dollar 这地方又有Dollar 这有点 这设计的有点反正有点老火你知道吧 但是呢 大家也能理解 因为为什么这样一个Dollar 呢 因为我们讲那个 my mini smarty的时候 我们要去匹配那个Dollar 对吧 现在你就理解出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不要呢 这个不要是因为这个并没被匹配 你如果有的话反会出问题啊 这不要给值 这个是代表从而取 好 我现在运行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对应的就应该是 012 走 果然是没打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没取出来啊 应该是hsp 012刷 你看多好 012出来了 012就出来了啊 好 这个呢大家相信应该 能理解我们现在进继续前进 我们现在取出了一维宿主的索引宿主和一维宿主的观念宿主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处理 取出这个二维宿主的这个 取出二维的索引宿主了 二维的 二维的这个索引宿主啊 索引宿主 好来看一下这个吗 二维宿主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麻烦咯 有一点麻烦的 要循环的取出 二维宿主的这个东西 哪个是二维的找一个 好就他 这个是不是一个二维的 索引宿主 就是这个二维是个索引宿主的 这个怎么取呢 好就是二维三啊 这个二维三 也已经被分配了 二维三已经被分配了 我先把它搞定 怎么做出来呢 包起来 你你先不要管他 先给我写上 for each from 代表从哪地方取 二维三里面取 item item 取出这个临时的 key这个箭子你可以取出来 你取出来你用不用是你的事啊 你可以不用 但是 你也可以用 你这写的这个key 用不用是你的事 风下尾 好同学们想一想 同学们琢磨一件事情 你这个取出来这个 这个temp是不是又是个 一维宿主啊 那么 我们这个 是不是可以对他再次循环呢 周老师我可以这样写 你看如果我不循环的话 我就这么去 输出了 也可以 你看啊 你这样写 周老师 我现在 知道他是个 一维宿主 他是一个一维宿主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没循环一次 没循环一次这个temp 就是从这个orace里面取出来一个元素过后呢 他就应该代表的是哪一个呢 取出第一个就应该代表的是他代表的是他 取出第二次循环的时候呢 就取出他 如果说我们 直接这样取是不是也可以把东西取出来的 能取出来吗你们觉得 可以取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temp 已经代表的是一个 二维宿主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我这样说可能大家有点晕啊 我这样子我这样慢点 我画个图 我我画画个图啊 好 这个蓝大不着急 因为这块对我们在说很重要的 你如果这块晕的话 那么后面我们就比较麻烦了知道吧 我宁愿慢一点 宁愿慢一点 大家看意思啊 意思 好这样子的 就说 你这个是一个一位数字 这个是他的第2个 一位数字 是他的两个元素 好同学们 那么 当你这个for each 当你这个for each 第1次循环的时候 他就从这个orace 这个orace3 ora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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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从这个orace3里面 因为你分配过来的嘛 从orace3里面先挑一个temp 也就是说 第1次循环这个temp 就说第1次这个 第1次这个temp 他其实是相当于等于了 这个玩意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当你第2次 第2次这个循环的时候 这个temp 因为第2次循环呢 他把这个变点给覆盖了嘛 那就相当于是等于 这个 temp了 好 既然如此 那么我既然这个temp 在第1次循环的时候 他已经相当于这个temp代表的是这个 那我当然可以通过这种很简单的方法 直接取出他的 所以嘛 他又是一个普通的 普通的一个异味速度 我当然可以写 0 1 2这方式来取啊 看 杠杠 对吧 就说我要分别取出来的话 我就可以这样去取了 1 然后呢 再来一个2 这样是不是 他每循环一次的时候 他循环第1次的时候把这个temp取出来 然后呢 我在这地方把他的 意味速度一次打出来就完了嘛 这是可以的啊 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好同学们请看 我这个马克要走一下 我就故意他走一走 好不着急啊 走 这个地方是 1 杠杠 2 好同学们请看我刷新一把 这个取出 哪写错了 再变三 4 from from 我写中 from 刷新一把 走 哎 看 北京上海天津来了 天津 小倩和老妖 在这个 踩成都出来了 如果我要换行的话 应该在哪换行呢 应该是在这打完了过后 打一个第2换行对吧 好 来 刷新 看 但是这样做有什么缺点呢 这样缺点是这样子的 他不灵活 为什么不灵活啊 你看 假设我在这里面 突然又多了一个人 那你这个就取不出来 没有我少了一个你就出问题了 那这样子他肯定就 他他会怎么办 我们看看啊 这就看挺牛逼的这个啊 就是他也不报错 反正就是取不出来就算了 多一个就取不出来 多一个就麻烦了 就踩成来了过后呢 他还有一个什么呢 他还有一个这个 胭刺侠来了 对吧 刺侠又来了 胭刺侠 胭刺侠又来了 胭刺侠就没戏了 那个刷不出来你看 对吧 又刷不出来 让他取三个踩成后面延迟下去 不出来 说这个呢 他不够灵活 他不够灵活这个写下很吃力的 说说 这是固定写法呢 不可取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 有点你们是可以确认的 就是 到这个时候 这个temp 他的确是代表一个一位宿主 这大家不用怀疑了算 是一个一位宿主 如果是个一位宿主 可不可以再次循环了 这是允许的 哎同学们 这是允许的啊 就是我再次循环 这是允许的 而且你们用的很多 尤其是这个分叶 模板 模板用的太多了 必须得把它 讲的细致一点 from哪个地方呢 哎 这个temp啊 还得加个dollf 就加dollf要出问题 不加dollf要出问题 也就是你知道 你看到是from 结果加个dollf 如果是item和key 就不要加dollf 就记住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边是个item 等于 这里面就应该是取出了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具体那个值了 啊 这个时候呢 你就把它打出来就可以了 注意啊 可以 这里面就取出了具体的那个 意味宿主里面的值吗 key你不关心就不要了 好我就打出来 怎么打呢 这样打 就是doll的一个呀 value 这个看看大家看 是不是有点 已经很 不着急 中干例 你看 这个取出来了 好我一刷新 哪错了 from 我老写错啊 from ok 稍微 哦 好刷新一下 我们看看取出来了 烟刺侠会不会出来了 出来了 好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你怎么变 他都可以非常轻松的把这个该取东西全部取出来多一个少一个都没无所谓了而且你这里面有多少个我全部通通的 照单全收 对吧 你看这么加一个啊 加一个 a 你看我 一刷新 我一刷新这边取出来的东西呢 就应该是 整体的 好 这样子呢就是比较应该说是 比较完完美的一种取法了 好这个二维 二维数组的所以数组呢 就讲到这下一个呢我们就要讲二维数组的官吏数字怎么取了 我们先